大家好 我是阿麥 上次我們做了月式大蝦米子卷 米子真的很方便去煮一道菜 今次我們也是用米子 煮另一個更加不同款 米子卷蝦米肉碎腸粉 它的味道可以跟腸粉差不多 但製作相比起腸粉方便很多 當然大家有兩個不同的味道 米子卷腸粉真的開了米子 放些餡料下去蒸8分鐘就已經完成 真的方便快捷 你當一個早餐也可以 當一個輕食也可以 而且在家可以快捷做到一個點心的款式 都是不錯的 帶大家去看看 大家正在看的是阿米日常 記得comment like subscribe 訂閱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還有follow我們instagram 上次和大家煮了月式大蝦米子卷 今次我們用米子煮另一個菜 因為米子原來煮的真的很方便 我們只要去到街市的雜貨店 我們只要去到街市的雜貨店 就可以見到有一包的米子賣 一包圓形這樣20元左右 大約有10多20塊 豬肉我們就在超級市場買了一匹 是26元 我們先說說材料 有米子、蔥、蝦米和豬肉碎 而調味有生粉、豉油和糖 其實這次的煮法和腸粉是大同小異 我們用的餡料就是豬肉碎 當然半肥瘦的豬肉就更加香更加好吃 我們將在超市買的豬肉碎打開 開始醃了豬肉先 下一點醬油、糖和生粉 之後將它攪勻 讓調味平均一點 然後我們先把醃好的豬肉放進冰箱 之後就是處理米子 米子只要將它濕了水就會軟 而且已經可以食用 不用將它煮的 其實可以將水慢慢塗上去 讓它慢慢軟 也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放一碗水 直接弄軟 但都要留意 因為位置濕了水之後 是很薄的 而且很容易穿 所以整個過程都要很流暢 也可以預備多一點米子 萬一真的穿了不成功 都有預備 之後就開始放些餡料下去 首先我們先放了豬肉 將豬肉放在米子裡不同的位置 盡量每個角落都會有豬肉 之後就放蝦米下去 蝦米的大小是視乎你自己的喜好 我們就圓粒放下去 都是分佈在不同的位置 之後我們灑一點點的蔥花上去 加了蔥花就更加香口 而且顏色都會漂亮很多 最後我們的餡料已經放上去 就這樣看已經很豐富 再將米子從一邊慢慢捲起 一邊捲 也要小心不要太大力 令到它穿 如是者一邊捲下去 一隻捲 捲到尾就完成了 一條米子其實是很薄的 裡面也看到有很多餡料 就這樣看上去已經覺得挺漂亮 之後我們塗一點油 在整個米子腸粉上高 作用就是令到它不要太黏 因為有幾條重疊的時候 有機會它會黏在一起 再捲多兩條 令到一碟有三條米子腸粉 三條都看到裡面的餡料 真的很飽滿 而且米子是很薄的 很通透見到裡面的餡料 蓋過之後 我們用大火蒸8分鐘 8分鐘真的很快 我們打開已經完成了 當然最後就好像腸粉一樣 也要淋點豉油上去 我們就用了蒸魚豉油 因為有一點甜就更加好吃 好了今天我們煮的 米子卷蝦米肉碎腸粉 就已經完成了 之後就是試吃的時間 還有看看有什麼可以改善 首先趁熱吃熱辣辣是挺好吃 米子卷比腸粉更薄 而且更加煙軟 吃的時候不會吃到很厚 蝦米我覺得可以再少些 因為太多搶過其他的味道 這麼容易吃 再加上豉油吃是挺正 如果想再多些餡料的肉 可以份量再多些就會飽滿些 但我覺得現在的份量就差不多了 當然大家可以再DIY一下裡面的餡料 比如叉燒蝦這樣 這個菜式又容易做 又可以很快幫自己做了一個中式的早餐都可以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條片的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記得記得一定要subscribe 訂閱我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按下旁邊的小鐘 還有follow我們instagram 拜拜